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里 静静地停放着一辆坦克 车身上工程号三个大字分外醒目 它是日本九七式坦克 一辆日本坦克怎么会成为 中国人民解放军装甲兵的工程 它究竟为解放军立下了怎样的功勋 为什么说在它身上 凝聚着解放军装甲兵 出生时期的非凡经历 您好各位观众 欢迎收看揭秘 我是段淳 坦克是现代陆上作战的主要武器 人称陆战之王 二战期间 美苏德日等多个国家 都有强大的坦克兵团 而坦克的大集群作战 也在战场上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但是在抗日战争时 受条件所限 属于我们自己的坦克装甲师 可始终没能成立起来 不过中共中央早就预见到 我军要想壮大发展 必然要走上现代化道路 即使条件不允许 也要努力发展 做好相应准备 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 我国建设装甲兵种的愿望 终于有条件实现了 然而万事开头难 中共的第一辆坦克 究竟是怎么获得的呢 1945年8月15日 日本战败投降 9月 延安炮兵学校和东北干部大队 奉命进军东北 中央军委电视林彪彭真 注意搜集飞机 坦克和火炮 收到命令的炮兵学校校长 朱瑞分析 日本关东军重兵驻守的沈阳 一定遗留下不少武器装备 尤其是坦克大炮等重装备 于是 他只是随东北干部大队 进入沈阳的高克 对这些可能有重武器的地方 仔细搜查 高克当时是东北人民自治军 司令国参谋 他此前就学习过一些坦克知识 在一次外出巡逻时 高克奉命检查一家 日军留下的兵工厂 就在这个兵工厂 让高克有了意外的发现 他发现 兵工厂里停着两辆日式坦克 几个维修人员 正在拆卸坦克的零度间 显然 这时候去搬救兵 已经来不及了 于是 高克单枪匹马冲了进去 很快缴获了两辆坦克 第二天 高克他们驾驶着 唯一一辆完好的坦克 到达了炮兵学校的驻地 马甲弯子 朱瑞见到坦克 兴奋地睡不着觉 半夜还爬起来去摸一摸那辆坦克 就在这一天晚上 也就是1945年12月1日 炮兵学校校长朱瑞宣布了 东北民主联军总部的命令 正式成立坦克大队 全队有30人 只有一辆坦克 朱瑞挥动着手臂说 这一辆坦克是个开头 是基础 是建设强大人民坦克部队的开始 仅仅由这一辆坦克是远远不够的 如何装备更多的坦克 壮大东北民主联军的实力 成为了摆在这些装甲兵 开创者面前的头等大事 东北民主联军不久发布命令 要求各部队将搜集到的坦克 器材油料和技术人员 都尽快集中到东北坦克大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